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Cruze 第一个部分投资有代时间 立即和大家谈论一下日本方面最新的情况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危机 看到进一步扩大 第一到第四号反应堆 先后发生了爆炸 日本放送协会就说四号机组的外场 出现了两个是成阔8米的大洞 而第五、六号机组的冷却系统 运作也说有问题 核电站的辐射水平大幅上升 当局疏散在这个范围较大到30公里 核电站的上空无限期禁飞 自卫队的防核部队也赶到核电站的现场 负责清除这个辐射层 核电站范围较早前转出西风 吹向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 东京录得比正常高20倍的辐射量 当地传媒呼吁市民 外出的时候尽量穿上 这个上身的遮盖住全身 这个上身的衣服 日本本州东面海域 在当时傍晚 刚刚也发生了 纳克特制5.9级的余震 震央位于仙台东南大约190公里 日本警方就最新公布 有2722人在这个大地震里面 余南3742人失踪 大地震重创供电设施轮流停电范围 在星期三起扩大至东北的部分地区 见到日本的核危机似乎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 昨天见到日本股市下跌大约1400多点 曾经收市都要跌超过1000点 见到昨天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86805点 跌了1015点 跌幅有1成 是08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两个日股两日累积已经跌了1600多点 经济财政大臣表示 地震之后造成的不明朗因素 令到股市下跌 但是指出日本经济仍然健康 认为金融市场最终都会稳定 而内阁官房长官之夜恒南就说 将冷静地继续监控股市的波动 似乎日本政府方面 暂时未有意出手干预股市 不过 见到似乎 美股今早的未来指数的发展 受到地震影响 导致方面 未来指数跌282点 纳指方面跌64点 标普方面跌36点 三大指数的跌幅都有超过2% 更加这个纳指方面科技股 跌幅是比较大 跌幅都开始挨近 超过2.8% 有机会去到3% 都看到今早 美股开出来 应该都会跟随日本方面下跌 而很多和日本有关的股票 今早早在市前的股价 亦都全面下转 可以一起看看 比如Sony、Hitachi、Panasonic等等 全部都要下跌 另外汽车生产商 Toyota和Honda 全线都要下跌 特别是日纳公司 大家要留意着 因为他们也有份参与 在日本的一些核能项目 变成股价影响比较大 再加上日本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出口公司 比如一些车厂 或者一些电子设备生产商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出口公司 今次的地震 对他们来说 都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除了说美股今早都受到影响之外 其实欧洲方面市场 其实都是有一大一定的跌幅 亦从最新看一看 英国方面富士100指数 最 上場受到地震的破壞,造成核洩漏危機 不但危害日本人的生命,更加令到亞洲股市出現大災難 日經平均指數跌了超過1000點 就是08年10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兩日累積跌了1600點 香港股市其實也大跌了1000點 其實是比較罕見 有不少一些比較進取的投資者都趁著這個機會鬧一些便宜貨 根據網上一項調查顯示 在541名受訪者裏面,超過一半表示會趁低吸藍 表示會沽貨離場只有9% 似乎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港股現在呈現超賣現場 短期或會出現技術反彈 所以在星期二先進貨 恆指單日跌幅達到1000點以上 之後第二天的表現,其實在20次裏面 合共有8次的第二天都會繼續跌下去 跌幅由50點到2000點不等,非常波動 受到07年港股直通車煞停和08年金融海嘯影響 這兩年多出現的單日跌超過1000點的現象 即使第二天出現反彈 但是恆指的基調仍然都是向下跌 而2009年有這個譬如說道拜的危機這件事 令到市場出現一次性的過度恐慌 之後恆指也都立即作出反彈 之後也都沒有再出現恐慌性的下跌 這一次日本的地震引發的環球股市的急跌 其實都認為很多人都說市場過度恐慌 還是另一次影響深遠的金融危機 大家都要深重考慮 還有如果不單止是港股 很多人可能都趁著美股和我們TSX有一個明顯跌幅之後 都可能有些朋友打算做一些撈底的動作 但是做之前大家都會想清楚 說到這裏休息一會兒 廣告回來 繼續投資在台詞